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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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起着火一定要有口诀 一定要交的 你眼睛看到烟 当你修这个保瓶器 修到这个烟 产生出来 你接受到你身体里面有烟产生 告诉大家按照逻辑讲 你看到烟就知道那里有佛 逻辑就是这样子 你既然看到了烟 我才可以教你口诀 因为那个口诀非常的重要 米洛日巴苏联兰用六照印 六照印了 六照印是什么印啊 两个脚交叉 这是尿急的 两只脚交叉成为六个三角形 这样交叉的话叫一二三四 四个三角形 另外索背要环抱住脚 变成六个三角形 就叫六照印 两脚交叉 两只脚交叉 就变成四个一二三四 四个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坐垫要垫高一点 坐垫稍微垫高一点 适合 然后你的两只脚交叉 一二三四 两只手环抱就变成六个三角形 然后把他脚拉近到靠到你的祭轮 靠住你的祭轮 这基本上的修 左佛是要这样子修 另外还有重要一点 就是叫做禅代 禅代是什么禅代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着佛的地方包得很紧 这已经是口诀了 用什么东西包 怎么包 我不要讲 因为讲了给叉叉知道 他说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生起着佛 除了六照印是口诀以外 还有禅代的绑 另外这个连灵上师跟我讲 现在已经不用禅代了 不用那个带子绑 用一个东西 把他 把它收起来就好了 给它竖起来 那就很紧了 因为要挤 要压 要逼 它这个火才会产生 你吸进气的时候 很紧 然后用极速的立动呼吸 立动呼吸 人要死的时候 差不多跟立动呼吸差不多 就走了 立动呼吸的时候 就是吸的快 吐的快 吸的快 吐的快 然后用力气把它燃起来 用你的意念 红色的 佛 光明 要光明 要热 要红色 这三个东西结合起来 像今天我们要升起火 用放大镜 拿到一张纸 在太阳底下 把这个光集合成为一个 一个点 那个点在纸上 纸上风 它会燃起来 那是一种物理作用 是吧 这物理嘛 物理是这样子 用放大镜 去升火 那是一个物理作用 今天我们所做的诸佛 是物理化学跟意念 综合起来的作用 把你身上的佛 给它燃起来 那我差不多讲的口诀 都差不多了 口诀 这个走火的口诀 都差不多了 我只讲一个素 素 素 一个湿度的 一个树 但是旁边的跑马拿掉 就是那个树日 瘦 为什么密教本身的这些 这些像 这些活菩萨的像 他的腰都是很细 腰都是很细 你看那个金刚萨斗的腰 金刚萨斗 你看那个文族施利菩萨的像 他们的腰都是很细 因为腰细比较容易修走火 腰细比较容易修走火 这其中 这一尊啊 金刚骇姆 是走火定 走火定的最主要的 一定要关 你要修走火 一定要灌顶这一尊 足起或者报名灌顶 你就可以有这一尊的话 能够修走火 这一尊一定要灌顶 才能够修走火 因为你要观想它嘛 观想它在你的三角形的 生法宫的中央 三角形的生法宫 就是在你的镀剂 四指 四个指头 底下这个点 里面的中脉底下的 这个就叫生法宫 我们平时在修宝瓶气 也是一样 吸两口气 然后顺着左右脉下去 到了生法宫 然后闭住呼吸 上面呢 就把这一口气 逼在这个生法宫上面 肛门再提起来 就是把下行气 下行气往上升 上行气往下压 刚好宝瓶就在生法宫的地方 然后你闭住呼吸 能够闭多久 算多久 到你不能呼吸的时候 你再把气 由鼻孔 先冲顶 先冲一个顶下来 再用鼻孔出来 有的时候 真正修得好了 就从毛细孔出来 毛细孔就出来 这个就是宝瓶气 宝瓶气就是 上气下压 这个下气上提 变成一个宝瓶 那这个气存多久 就让它存多久 因为它存的久 它就进入中脉 就可以进入中脉 你越存越久 它就进入中脉 进入中脉以后呢 就是方便气 变成智慧气 你要通中脉 是要靠这个宝瓶气的气 进入中脉以后 把你的中脉整个都通了 这样子才行的 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修左佛 只有靠金刚骇武 它站在三脚宫的中心 然后你用宝瓶气 进来 然后用力动腹吸 紧急的 吹那个胖脯 让它的很紧很紧 而且观想红色的 光明的 另外火 在一个 这个磅之下 就产生出来 它的种子就是磅子 磅 种子就是磅子 我这样讲 差不多可以了解 所以我叫大家 先修宝瓶气 你宝瓶气没有修好 你没有办法存气那么久 你中脉没有通 中脉没有通 就要修左佛 先通中脉 再修左佛 那么中脉通跟左佛通 最好先能够无漏 因为所有佛的支援 就是来自于水佛交融 你看水佛交融 来自于它的种子 刚刚在供养的时候 有供养种子 有那个种子洒下去 什么是种子 种子才能够发芽 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 那个种子 你如果不让它发芽 种子一发芽就变成左佛 所以要供养种子 什么是种子 种子就是你的河门 就是你身上的名点